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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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朋友从自己的出租屋内赶走 他已经告诉陆毅了 小迪只是暂住几日而已 他竟然还不同意 凭什么?自己嫁给他? 难道连交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若是他今日将小迪给赶走 那么他的朋友们将会如何看待自己? 说自己不够仗义呢? 还是说自己心胸狭隘呢? 惊吓气急了 他拿出手机 想大声质问陆毅 凭什么连问都不问 便怀疑自己的朋友 赶自己的朋友离开 可是 他却忍住了 他知道 此时此刻若是发微信质问 两个人一定还会大吵一架 他不想和陆毅吵架 但是 他却觉得自己委屈极了 他心情不好 却又不想被小迪发现端倪 惊吓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发呆 看上去冷静自驰 实际上心中早就万马奔腾 惊吓 怎么还不睡觉呢? 小迪忍不住问道 来了 惊吓收起了手机 没有给陆毅发微信 而是同小迪一起去睡觉 你怎么了? 我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开心 小迪问道 没什么 可能最近的学业有些累了 惊吓若若得道 对了 阿叶过几日要来德国出差 到时候我们好好聚一聚 我还要感谢阿叶呢 让我能够认识你 小迪笑着道 好呀 他什么时候过来 我怎么没有听说呢 惊吓问道 他说忙完这个月的 便要来德国了 好像要开国际市场 小迪道 哦 惊吓简单地嗷了一声 可能是他心情有些不佳吧 没有太多聊天的欲望 天色已晚 两个人也不再继续聊天 而是开始酝酿睡觉 可是 惊吓哪里能够那么快睡着呢 冷战 陆毅和惊吓冷战了 自从上次的争执之后 惊吓便没有主动给陆毅发过微信 刚开始 他在等着陆毅主动联系自己 主动承认错误 可是他却失算了 陆毅并没有主动说过这件事情 是惊吓太记仇了吗 这件事情对惊吓而言 本来也不是太大的事情 他等了陆毅一天 气了陆毅一天 他便忘记了这件事情 之所以没有联系陆毅 那是因为最近他太忙了 他们正式开始了试验课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要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今夏没有想到 会这么早开试验课 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他们班级成立了五个试验小组 老师分别给他们布置了工作任务 让他们在一起 星期内必须完成作业 今夏便开始了 每日每夜泡在图书馆 实验室的学习生活 他想过出国深造会很累 但是却没有想到会这样累 累到他回家倒头便睡 有的时候连洗漱都懒得弄 而陆毅呢 最近也越发地忙了起来 他最近正在忙着扩展国际市场 忙着公司上市的事情 今夏没有主动联系他 他也没有主动联系今夏 不过 今夏的消息会从小林的嘴里传到陆毅这边 这回小林学聪明了 不等陆毅问 他便主动将今夏的消息 事无巨细地传递过来 得知小迪已经搬回自己的住处了 陆毅便也放心了 他知道今夏一定是生自己的气了 算了 暂时先不管了 等忙完这几天 再给他准备一个惊喜吧